憲法法庭昨天针对37名死囚的死刑存废视线案 做出了核线线缩的判决 表面上死刑依旧是核线的 但实际上更难定验 也使得死刑再次引发讨论 而身为被害人家属的资深艺人 白冰冰也透过脸书开直播 痛批判决 但你听她怎么说 好那其实呢 这会会引发这么多的批评声让 主要就在于说 大法官虽然说死刑核线 但必须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包含只适用于犯罪情节最严重 法律程序最严密 申讯和第三审都要强制辩护 而且第三审要改为言辞辩论 并且呢合一体的法官必须要一致决 也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人反对 那么死刑就无法成立 另外嫌犯的审判时或是执行时 如果发现他有精神障碍 心智缺陷 一样不得处以死刑 是否会变得名存实亡 有待观察